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豆日记 可乐是许多年轻人最喜爱的饮料之一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一杯下肚,清凉又结束 然而大家也都知道,可乐是碳酸饮料,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喝多了还会导致蛀牙 外国就有一名男子突发奇想,可乐的腐蚀性真的这么强吗? 如果将一条鱼放在可乐中,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他准备了一条完整的鱼放进了玻璃瓶中 接着在瓶子里倒入了许多可乐黑荷色的液体 慢慢的淹没了这条可怜的鱼儿 外国小哥又找了塑料袋,将瓶孔蒙上 然后扎紧,不留一丝缝隙 30天后,他又回到了这里,打开了瓶袋后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他惊讶地发现瓶子里并没有鱼的踪影 这条鱼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吗? 直到他将可乐倒了出来后 他在草地上发现了一些鱼肉渣子 真是令人毛孵悚然 事实证明,可乐的服饰性的确很强 并且还有科学家表示 如果长时间大量饮用可乐 会导致肠胃功能紊乱 还会造成骨质疏松 其内含有的二氧化碳、磷酸等元素 也会在人体内产生化学反应 并且随着时间的劳积 这些物质会形成结石 严重违害身体的健康 看来可乐虽好也不能看杯哦 小伙伴们,记住了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爱豆的朋友 记得转发评论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